池公子 池少爷 池先生 称呼还挺多 没想到吧 今天能落在我的手里 准确地说 我还没有落在你的手里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证据 来治我的罪 我这几天在里面 好吃好喝 舒服得很 现在外面时局纷乱 难得让我找一个 这么安静的地方待一下 证据是早晚的事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但至少在我的眼里 你就是共党分子 不认识 宫本少佐给我扣 这么大的一个帽子 你是想对我动刑吗 这里面的士兵对我都很好 而且他们也跟我说了 左滕将军已经下了命令 不许任何人对我滥用私刑 迟少爷 可能你还不知道啊 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 走出去的 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还有 我求你了 不要再用左滕将军 什么亲善大使 来威胁我 没有用 你要是想动刑的话 你尽管来 但是我告诉你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过去 现在 将来也都是一样的 不管这个国家 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让它变得更好 至于我们的国家 至于像你们这样 从弹丸之地跑过来 企图耀武扬威的小丑 我们一定会把你们赶出去的